大家好,歡迎來到太爛9X,我是Norad 那我們今天這部影片呢要講 正升8481 那我剛剛在開錄的時候,我以為是自升 想說自升之前也是講過蠻多次 結果 後面一念觀眾的這一個留言才發現說 8481 然後看正升是他打錯還是我看錯 結果發現是我看錯 好 那我自己個人啦 就非常不建議玩這一種 就是 承接浪非常少的 除非你是專門玩冷門股的 然後專門炒這個冷門股的那個 這個主力啦 不然的話我還是不建議,我們還是跟著 對市場的資金做這個流動 這樣子 你可以看到他禮拜五的成就要在79張 真的很少 基本上有個 你有個 資金有個千萬的人 搞不好都可以自己拉這檔股票 好啦,我們就 先來看一下觀眾留言 他說 嗯 8481 正升 我剛剛念到這邊的時候才發現 好,接單滿載看到 今年Q是未來健康概念市場發展良好 但股價卻大跌 外資幾乎出清持股 籌碼大戶流向散戶 波段 跌幅看似止跌 對 且在近兩個月打出 彎底 對那 這邊 這一段 這個留言算是有點偏中性 是有點偏多 我覺得還是偏多 因為 你看這邊 股價大跌 然後 他自己也講說 外資 出清持股 那 籌碼 從大戶流到散戶 對 好 那 但是呢 後面他又說 波段看起來 寫在兩個月打出 碗底 那 主要的 恩 我覺得 可以 覺得可以參考 就這句話 就是 Q4這個部分 對 因為 籌碼部分 你說外資 我們看一下外資 到底多少 才100 100多 100多 而且 你看他這個 24000張就已經 佔股本 36 而且外資本來就 應該說 這樣子的持股 那 我自己的看法是 我覺得 他搞不好只是開個 外資的券商 然後在那邊 接而已 在那邊買而已 我自己的看法 所以籌碼部分呢 就 我覺得沒有到那麼準確 我自己覺得 沒有到那麼準確 沒辦法 我沒辦法靠籌碼 去賺到錢 籌碼也是有時候 很常有個誤區啦 對啊 你看 外資大買 卻 買在最高點 那你隔天追進去之後 就往下 那崩了一兩個月才發現說 你自己套在山頂 那外資 外資沒什麼賣啊 因為外資很常 就是追高殺低 你不要以為外資是特別厲害 我覺得 投信的籌碼 反而可以去追 但投信也是殺進殺出啦 所以 就是看一下他的慣性 這樣子 然後來看一下說 波段 疊幅看是指疊 然後打出一個碗底 然後讓我們來看一下這個 碗是怎麼碗 來 看一下這個碗 這個碗就是說 我們拉遠一點看 其實 每次我點到一張新的 K線圖的時候 我一定會拉遠看 拉遠看的意義是什麼 我們先看一下目前的位階到底是多還是空嗎 那目前的位階看起來一定是偏空 那 如果說我自己覺得偏空看待的話 那他目前的 這一個 對啊 這個觀眾所謂的碗 他其實從 底部62.4到這邊 70 也漲了19 19什麼概念 是漲了30%了吧 對啊 60嘛 然後乘上30% 乘上130% 不過是 差不多剛好 剛好到在70元左右 那目前的 各個看法 是這樣子 我花這個地方 就是假設 ㄟK棒在這邊嘛 我們在 K棒在這邊 哇這個 撐撐撐撐撐 撐撐撐撐 然後 有一天突然對不對 撐到這邊的時候 就往下跌 跌破之後呢 可能到達了好 這個位置就是我們這邊的 ㄟ 62.4 然後往上反彈 到這個位階 這個位階是什麼 就是目前 70元這個地方 如果說我們以技術形態來看的話 他一定 只是一個 反彈 到 壓力位 讓我們去空的啦 而不是讓我們去追的 然後呢 我再次強調 我覺得 呃 這個嘛 他的承銃爛很少 非常有機會 他是用左手換右手的方式 就是 他的籌碼基本上都要自己手上 那 右邊的 這個 掛那個麥 都是他自己 掛的 然後呢他可以 左手換右手不斷的把 價格的往上拉他 你看 他這個承銃爛才200 但是他的漲幅 3% 那這邊你看3% 會不會太過於刻意 3.05% 你看 隔一天 2.96% 會不會很故意 然後呢 到這一根 可能才是正式在出貨 對不對 然後呢禮拜五又突然給你開高 然後在這邊小震盪 對不對 然後這是讓你 過一周 然後看到這一檔 那之後呢 下禮拜 我自己是比較 偏空看的 而且 呃應該不是說 我是 什麼偏 呃 一定 看到沒人 個五都說 什麼空 什麼 當然不是 因為呢 他從下面底部上來 也漲了30% 我們先記住這30% 別人進場30% 然後你在這邊 才進場 當然一定輸嘛 再來說我們 以技術形態來說 這邊也是偏空的 跌破之後 打個底 反彈到壓力位 再往下 如果說 他要正式的 明確的說 站穩 我會比較偏向於說 你 至少等到72.5 站穩72.5 你再買 對 我自己反正覺得 我覺得起始到72.5 之間都是個壓力 對都是壓力 而且現在 目前的籌碼 可以看得出來的時候 可能握在 不知道 一兩個主力手上吧 或搞不好只有一個人手上 因為他這樣不斷下來的時候 他其實有去 有去結 底下那個量是有爆的 這邊底下爆這個量 那你當然你沒在底部買的人 你在這邊買位階一定是 跟人家差很多 你 買在一個很好的價位 你 已經贏過大概90%的人 所以 你就如果真的要買的話 我建議啦 你不如等 你就等到譬如 我現在壞 這一條這個 支撐線 你可能 等到66元 那或是甚至什麼 你就等到底部 那當然我沒有說 他一定會再反彈上去 對我只能說 如果說 目前的 以目前的位階 是一個空方的話 你不如在等待他 打下來 第二隻腳 對不對 他這邊已經 跌了一次 那這邊如果再跌一次 或許到66 又做反彈 再真的反彈上去 好不好 目前的位階是這樣看 然後呢 如果以比較大區間的話 我們可以發現 就是說 目前 的話呢 蠻有機會 這邊第1個點 第2個點 那第3個點 就會落在 不好意思 這箭頭有點小 落在這上面 這條下降趨勢線 所以目前的位階 還算是蠻遠 但是在 經過個 大概 可能有時候回頭看 一個月過去了 那條件 也是慢慢 鼻筋壓下來 所以 我覺得 壓力位是蠻滿的 壓力位是蠻滿的 好那 對於這檔的分析 我就到這邊 如果喜歡影片的話呢 就幫我點個讚 再 幫我 訂閱起來 謝謝大家 掰掰 今天的影片就先到這裡 接下來會不定期更新 喜歡這部影片的內容 請記得訂閱及分享 再次感謝大家 那我們下個影片再見 我們的影片 請記得按照 我們下一個 公安